《習慣世界》 提屏電像 我們關心過去一週 也關注未來一年 歡迎收看《時評大財經》 觀眾朋友 美國會不會 從一個美利堅合眾國 逐步走向一個美利堅分眾國 政治學中的切斃理論 提供了什麼樣的線索 國家的治亂興衰 面對的最大挑戰是族群 宗教 貧富和語文 這四大問題 應該如何因應面對 而哪一國的表現最好 新加坡為什麼不選華語 作為國語 它的政治智慧要如何解讀 中國除了是一個國家 更是一個能夠持久不衰的文明 英國歷史學家馬丁雅克 為什麼這麼說 視頻大致 今天關注天下大傳言 首先 習慣實驗 歡迎來到時關事件 美國大選算是塵埃落定 如無意外 民主黨的拜登 將會成為下一屆的美國總統 但是現任總統特朗普 已經在醞釀以法律戰 來抗爭到底 這次大選的結果 呈現的是政治的對立 鴻溝和分裂 美國撕裂的局面 應該是難以逆轉了 而大選除了引爆 對抗分裂之外 也出現了很多的現象 值得進一步的觀察 分析和評論 所以石先生 很想聽聽您的看法 首先我們大家 一般人都很關注大選的一個結果 雖然這個結果到現在為止 嚴格地說還沒有塵埃落定 因為這樣一個結果 到底誰出現 那麼對於美國未來的市政方針 乃至於對於國際的形勢的發展 都會產生非常深遠的影響 但與此同時 另外一個我覺得也很值得關注的 就是整個大選過程中 呈現出來的許多的現象 這些現象有很多非常不尋常 所以這些不尋常的現象 其實也折射了很多問題 我覺得也值得給予高度的一個關注 是的 一般人對於前者 也就是選舉的結果和影響 相對的關注和討論會多一些 而還是有很多人對於選舉的過程當中 出現的現象相對的討論會少一些 但今天石先生您是不是更對後者 更感興趣一些呢 沒錯 我之所以認為後者 可能更值得關注一點 因為很多的現象 特別是一些罕見的現象 它所折射出來的問題 當你對這些問題進入深入了解之後 你就可以對於這個國家 特別是美國 未來的走向給予觀察或者給予預測 是的 那麼石先生 您對於美國這次大選 最關注的有哪些特殊現象呢 值得關注現象其實很多 我相信大家最關注的一個特殊的現象 也就是前所未見的一個特殊現象 就是在這大選中 所出現的一種矛盾和對立 那麼這樣一個對立現象 可以說已經到了旗鼓相當平分秋色 甚至於我們說是一個 敬畏分明的一種狀態 這是前所未有的 沒錯 那可以聯想到 這個矛盾或者對抗這些概念 但是一般這樣的現象 不是也並不是很少見嗎 在一般的選舉裡面 各國選舉裡面 其實也都有這種現象 但是我認為美國今天之所以 出現這種嚴格 這個嚴重對立的矛盾 跟對立現象 其實它多少跟 可以連帶到一些非常特殊的 特定的一些屬性上面去 這個特定的屬性 這特定的屬性是什麼概念呢 我們不如先看一個 大家最近很熟悉的一個圖 這個圖上面你一看很清楚 很少有國家選舉出來 是這樣的一個結果 你不像美國50個州 50個州 有的州是藍的 藍的就是民主黨 有的州是投紅的是共和黨 它不會那麼集中嘛 你看現在美國情況是 在中部或者中南部 基本上都是共和黨的 然後民主黨的藍的都集中在西部 乃至於在東部或者是東北部這一帶 那這個現象就非常特殊 很值得我們進一步去探索 它的原因究竟在哪裡 是的 確實是既鮮明又很特殊 那它的含義究竟是什麼呢 我還可以再補充一點 就剛才那個圖裡面 我們看到的是50個州 對吧 其實你如果還有一個圖 這個圖就是鄉村跟城市 你還可以看到一個非常 同樣的類似現象 就是城市基本上都是紅的 城市基本上都是藍的 都是民主黨 鄉村多半都是紅的 所以這種現象就是敬畏分明的現象 究竟代表什麼含義呢 我想我們接下來要做 這麼一個角度觀察分析 首先我想 我剛講特定的屬性對不對 特定的屬性的概念就是 我們通常可以把一國家人口 包括美國的人口 根據什麼什麼的區別 比方說它是白種人或者非白種人 它是白領階級或南領階級 它信基督教或信天主教 諸如此類我們把它區隔 這樣子就可以做一個 不同緯度的分類了 確實是可以做這樣的區分和分類 那然後呢 然後就比較有趣了 我們再看看 再把那個導播那個圖再輸出來 你可以看到在這個圖裡面 凡是就在中間那個紅的部分 基本上它屬於什麼人種呢 就傳統的白人 非常保守的 它信的教基本上都是屬於基督教 新教或者比較更傳統的福音教派 這個是屬於中部地區的 然後呢 它的這個職業呢 基本上都屬於農業或者傳統工業 所以我們講它是鐵鏽區就在這個地方 這些在最近這幾年的經濟狀況都不太好 所以他們更多的投向這個特朗普 因為特朗普強調它要給他們找出更好的出路 那麼東部跟西部的情況就不一樣 他們尤其是西部 它多半是來自外來的移民 東部跟西部的職業基本上比較屬於服務業 金融業或者高科技 所以相對來講 他們的所得是相對比較高的 所以有這樣一個劃分的區分 就顯示出美國今天這個社會中存在的 一種非常值得注意的現象 就是塊狀的區分 是 沒錯 所以這麼說來 由於這些結構性的因素 美國選民在政黨選擇上面 其實已經相當的固化了 各有各的堅持 所以這並不令人感到意外了 對 它由於它各種背後的屬性 它基於它是白種人或者非白種人 它可能在選擇上就有不同傾向投票 當然不同政黨在政策方面也做一個配合 就投這些特定選民的所好 所以難怪美國每一次這個政黨選擇上面 都會出現搖擺州之說 但是搖擺州的數量是並不多的 是 在全世界各國的選舉裡面 出現搖擺這個概念 我相信只有美國 因此相對於搖擺州這個概念 一個就是固化州 就你剛前面講的固化 固化州的意思就是那個州啊 長久基本上就投那個黨的 這個投紅就投紅的 投藍就投藍的 基本上不變的 那麼這個搖擺州跟固化州呢 長久以來存在這個現象 所以對很多政黨或者候選人來講 它根本就改變不了那個固化州 所以特朗普才會講一句話嘛 他知道他改變不了紐約州 跟加州的那個選民的 這個把他給投過來 但你們都下地獄去吧 才會講出這種 讓人感到很突兀的話出來 是啊 也只有特朗普 這樣的領導人 才會對自己的國民 說出這樣的話 特朗普講這個話 當然大家覺得非常突兀 但是這句話其實折射出來了 兩個非常嚴肅的 美國政治分析中的 非常兩個嚴肅的問題 是哪兩個深層次的問題呢 第一個問題呢 是跟美國的選舉制度有關 我相信最近很多人 關注美國選舉的話 大概都注意到這個現象了 美國的選舉制度呢 非常一種非常特殊的設計 它50個州 每一個州這個投票 有一般的普選票 普選票呢 然後就決定了這個候選人 最後的總票數 另外就是這個普選票呢 也可以決定這個州裡面 所出來的代表票 就是選舉代表票 比方說有100人去投票 這100人投票裡面有 51張是投給他的 49張投給他 就多了兩票出來 那這個整個州都屬於 那個51票 那個黨的那個 所有的選舉代表人票 所以這樣一個情況呢 就出現了下面的現象 如果某些州 兩個黨它的本身的結構比例 差別就很大 它根本改變不了的 沒辦法翻轉的 你再用什麼政策去改都沒有用 它永遠就是幾十年下來 就是永遠投那個黨 所以才會出現那個 顧化州的現象 那麼這個當然是一個 美國政治學家一直在討論 也一直都沒改的問題 確實是這樣 所以美國這一套 由來已久的這麼一個制度 已經是非常大有問題 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了 那您說的 另外一個深層次的原因是什麼呢 另外一個問題 就是我們今天要談的 比較有趣的問題了 就是你看到美國這次 我剛剛講不同的緯度嘛 就是根據政黨 根據這個職業 根據貧富差距 每一個人才會根據 他特定的屬性 做出一個投票的選擇 而且這個投票選擇 基本上長期以來 不會經常改變的 所以這就是您剛才所說的 顧化的意思了 但是一般國家 不也都是這樣的嗎 有一點小小的區別 我剛剛講的就是 在每一個族群裡面 在每一個特殊的屬性裡面 它個別的人 可能有一種顧化的現象 但是我們現在注意到是 美國在這個不同的屬性的群體之間 會出現這種顧化的現象 您這個說法聽起來是 似懂又不太懂 究竟該如何理解呢 我們就用一個圖來加以說明 可能比較容易更明白 政治學裡面 有一個理論叫做切冰理論 切冰理論就是把一個國家 看作是一個餅 然後根據不同的屬性來給它切 比方說根據這個南方跟北方 東部跟西部我們切一刀 這就是紅色的這刀切下去了 然後我們第二刀再根據另外一個屬性 比方說你是屬於白種人的 或者非白種人 這個綠色的再這麼切下去 就分成兩邊 左邊白種 右邊是非白種 然後再下面再根據一個收入 再給它切一刀 你可以看到黃色的一刀 上面是高收入 下面是低收入 然後再根據第四個屬性 你比方說不同的什麼政黨 再給它切一刀 染色了 如果切下來是這種亂切一通的 看起來有點不規則的 切下來一個四分五裂這個情況 那麼這樣一個情況呢 就說明這個美國的社會裡面 理中有我 我中有理 那麼這樣一種社會呢 相對來講是比較包容的 比較融合的 比較不對立的一種狀態 這是第一種狀態 那如果不是這樣的狀態或結果 還有什麼其他的可能的切法呢 我們再看另外一個情況 另外一個情況就是 你根據不同的屬性 切下去的一個刀 第一刀 第二刀 第三刀 第四刀 都可能會出現這個現象 根據第一個標準切下去 是吧 這個 根據第二個標準切下去是這個 根據第三個標準切下去是這個 第四個標準切下去是這個 你發現到所有刀切下去以後呢 基本上都在重合 或者基本上非常接近 結果把這個餅就變成一分為二 這樣一個情況 這樣的一個情況呢 就是你中沒有我 我中沒有你 如果切出來是這樣一個社會的話 那麼這個社會基本上 就是屬於矛盾 對立 或者是不相融合的 是 所以您的意思是說 某一個地區都是高學歷 高收入 某一個族群 而另外一個地區呢 就都是低學歷 低收入 和另外一個族群了 對 所以如果是這樣子的話呢 就出現這個非常對立 一個矛盾的一個現象 那麼現在的美國呢 就比較傾向於這樣一個狀態 沒錯 這道理都明白了 能舉一下例子嗎 好 我們就舉美國例子 我想很多人如果對美國 歷史有所了解的話 不要說太長久 就上個世紀 很多人可能去美國留學 那個時候的美國 基本上給你什麼樣的一個情況呢 就是說白種人裡面 有有錢的 有沒錢的 這個信基督教的 裡面也有有錢的 有沒錢的 信天主教裡面 也有有錢的 有沒錢的 所以基本上它就剛才我講的 出現的就屬於第一種狀況 當時的美國夢 就是你只要到那邊去 憑著這本事 不會有各種屬性上的負擔 不是說你是如果白種人 你才能出人頭地 你是非白種人 就不能出人頭地 沒有 在那個時候 美國基本上 每一個人都有一個平等的機會 這是第一種狀態 明白了 這也就是 比較接近第一張圖 但是現在的美國 已經不是這樣了 現在的美國你可以看到 就像我們剛剛前面那個 出的美國地圖一樣 現在美國地圖 根據地理上來講 不管你什麼屬性 不管你什麼屬性 它基本上就永遠就投這個票 另外一個永遠是投那個票 所以這是屬於第二種狀態 沒錯 所以美國這一次大選 也把這一種現象 折射得非常的清楚了 所以也難怪特朗普會說 你們都下地獄吧 這種話 而大家聽到 也都是非常的錯愕 但是也並不意外 一定沒錯 所以美國現在就出現一種危機 或者一種隱憂 可能會當選下任總統的拜登 他就已經意識到這個問題 所以他演講的第一段話 第一次演講就特別強調 他說呼籲那些沒有投票給他的人 他說我們給彼此互相一個機會吧 他就意識到每一間合眾國 是不是會有一天走向每一間分眾國 我們不講特嚴重叫分裂 就分眾國有這種可能性 所以美國今天這樣一個現象 提取給全世界上的一門課 這門課給大家一個提醒 就是說一個國家千萬不要像美國一樣 走到了這樣一個狀態 走到這樣一個狀態 以後要把它再流轉翻轉回來 就相當困難了 那美國之外還有其他的例子嗎 另外一個比較例子 也大家比較熟悉 就是台灣的例子 我們可以看台灣 台灣的地圖劃分起來 就像剛才我講的 美國的第二個圖了 你可以看南北 南北是分得很清楚的 北部基本上都是屬於外省人為主 南部是本省為主 北部的職業多半都屬於工業 或者是金融產業服務業 南部是以農業為主 因此相對來講 北部的收入是比較高一點 南部收入比較低一點 那麼北部因此 就比較屬於國民黨的票償 南部是屬於民進黨的票償 所以過去有一句話 是以濁水溪為例 就是國民黨 你沒辦法拿到南部的票 就是你跨不過濁水溪 就這個意思 所以台灣呢 基本上也就像美國 剛才講的第二個圖 基本上存在著 比較嚴重的分裂的 或者矛盾的對立的現象 所以這也解釋了 目前台灣社會存在的 矛盾和對立了 非常值得大家警惕 那這樣的快撞現象 究竟應該如何面對呢 《時兵大載經》 廣告之後 帶您繼續解讀 《時兵大載經》 歡迎回到《時兵大載經》 很多人都知道 過去有一種所謂的 美國夢的說法 意思就是美國是一個 包容性很大的社會 不管你是來自天南還是地北 只要你進入了美國社會 就可以憑自己努力打拼 出人投地 而不是問你的種族 你的膚色 你的宗教 還有你的出身等等 但真沒想到 這樣的時代已經過去了 美利堅合眾國正在朝 美利堅分眾國邁進了 石先生您看美國該怎麼辦呢 是 你剛剛講那個現象 確實是過去的現象 而現在已經慢慢地不存在了 那個時候的切的餅 就四分五裂 就剛剛講的 亂七八糟 餅看起來亂七八糟 但其實對於一個社會來講 是一個包容的融合的社會 那美國怎麼辦呢 其實也輪不到我們去操心 拜登他可能會操心這個問題 但是我要說 這個形勢一旦出現了以後 要把它逆轉回來 基本上是比較困難的一件事情 所以美國這個歷史呢 給我們最大的一個 啟示或者意義就是 如果一個國家 還沒進入到這個狀態 要想方設法地去避免 進入到這樣一個狀態 確實是一個很嚴肅的大問題了 所以我們該如何 避免進入到這種困局呢 我們一般談到一個國家的 治亂興衰呢 基本上比較關心的就是 政治 經濟 社會 軍事 各方面的一些學問 事實上在學校裡面 我們學的政治學 經濟學 都談這些問題 但是我接下來要談這些問題 其實都不存在 或者不明顯存在這些學問裡面 或者它在這個學問裡面 它在某一個角落 或者在這個學問 跟這個學問中間 但這些問題我認為 才是我們今天要談到的 影響到一個國家 治亂興衰的一個 比較更根本性的一些問題 是的 能不能具體舉例說明呢 以我個人觀察我認為 除了經濟 社會 這些我們都知道的 影響到國家 這個繁榮什麼等等之外 更值得重視的問題呢 基本上有四個問題 第一是種族問題 第二個是宗教問題 第三個是貧富問題 第四個是語文問題 那這四個問題呢 你仔細看 它都不是在 在剛剛我們講的那學問裡面 很公開大談特談 但也許一個章一個節 就討論過去了 為什麼會這樣呢 因為它既是問題又不是問題 為什麼這麼說呢 如果它出現了 它就是一個問題 而且是麻煩的問題 為什麼又不是一個問題呢 因為你解決不了它 因為這個問題 一旦出現了以後 你根本無能為力 所以它根本不是一個問題 所以我們今天呢 就要把它分成兩個概念來講 一個國家 如果還沒出現這個問題 就要如何防止這些問題出現 第二 如果 由於歷史的原因 已經出現這個問題 我們就應該怎麼去面對這些問題 所以我們先以種族問題為例 這是對於歷史遺留下來的問題 似乎誰都很難改變目前的現實 對 種族問題呢 絕大多數歷史留下來的問題 我們就看國家有沒有幸運 還是不幸運 你把美國 美國今天種族問題 就是黑人跟白人嘛 它是歷史上留下來的 就當年這個建國之初 建國之前 建國之後 大量的移民這個 就因為殺了很多印第安人以後 他沒勞利用力的 就從非洲移民到很多黑人過來 因為好幾千萬吧 好幾百萬 那麼這麼多黑人到現在 就變成一個問題了 就當初占價便宜 今天就要付出代價 這個法國今天也有類似情況 法國在二戰的時候 之前殖民了很多非洲國家 那麼二戰之後呢 很多非洲國家呢 因為法國勞動力缺乏嘛 就引進了很多非洲的移民 這個非洲移民很多是穆斯林 這個宗教上面就產生了很多矛盾 所以最近你看到法國 現在就出現很大的 宗教跟民族問題的矛盾 然後德國也有類似的情況 也是戰後大量的移入土耳其人 所以這些人今後呢 都要面對到比較難的問題 但相對比較幸運的 像日本 就基本上幸運 它沒有這麼種族問題 那中國相對來講 問題也不是太明顯 也算是比較 狀態比較好的 北歐也是情況比較好的 是 所以這從中得出來的 經驗和教訓是什麼呢 那就這個經驗教訓就是 一旦最好是沒有 所以要防範於防衛杜漸 你比方向日本 日本就是非常欠制 嚴格移民的國家 它即便它是老人化的 它的人口在下降的 它都不輕易開放移民 所以這個很值得我們參考 那中國也要特別注意 要留意 那最近有一陣子 因為有一些這個非洲來的 像這方面的一個現象呢 又特別值得我們中國警惕 是的 但是由於各種言語 已經是一個多元種族了 又該如何面對呢 這方面呢 我們倒是可以舉兩個例子 一個是瑞士 瑞士是個多元民族的國家 多元種族國家 當然它整個處理很好 再一個就是新加坡 我們現在就以新加坡為例吧 新加坡在1965年建國之前 基本上都是一個很種族 因為它的種族結構啊 是這樣的 黃人佔大概73% 74% 另外馬來人大概佔14% 另外印度人大概9% 另外剩下的3%就是其他種族的 所以它是一個多元民族結構 而且這個經久以來 經常有矛盾的 你比方說1964年 就是它建國之前 一年還發生過非常嚴重的 種族矛盾 那新加坡李光耀成立了 建立新加坡 就特別注意到種族問題 所以它用非常高度智慧的方式 第一個就是特別重視到語言的問題 那就比方說 四種不同種族 那要用什麼語言呢 它現在規定就是官方的語言就四種 官方正式的語言是四種 但是流行中通用的語言是英文 官方中通用的四種語文是 華文 英文 馬來文 泰米爾文 泰米爾就是印度的四種 同時用 官方的文書通通用四種文字 但是更有趣的 它的國語是什麼呢 國語或者國歌都是用什麼文字呢 是用馬來文 那麼這就代表了 對少數民族特別重視 那麼華人本身就佔了很多 他也不在乎 印度人他比馬來人還小 他也受到尊重了 所以這是非常有趣的 另外新加坡在這個住宅問題 設計上也特別注意 就是你同一個社區 同一棟大樓 不允許同一種種族人百分之百 那麼就避免過度的種族區間隔離 所以我覺得這很多都是一種 政治智慧 很值得別的國家做一個參考 是的 這個是種族問題 但是比種族問題更加複雜的 我想就是宗教問題了 這又該怎麼來面對呢 你講得沒錯 宗教問題一來了以後 基本上就沒解 你比方說 伊斯蘭教跟基督教之間的一個矛盾 它兩個上帝 那就都了一千年了 那還有一個上帝都可以鬥的 你比方說同樣是伊斯蘭教裡面 這個什葉派跟迅尼派也可以鬥 到現在都沒有完美了 所以千萬不能碰到這個問題 那麼所以呢 中國的情況呢 我覺得比較幸運 因為中國多元的宗教 中國的本土宗教是道教 那麼引入宗教佛教非常包容 另外所以在中國內部呢 基本上沒有太嚴重的問題 宗教問題一旦處理不好 就像我剛剛講的法國或者緬甸 緬甸有羅興亞人 這也就是英國在緬甸執政的時候 從這個孟加拉移進來 一贏進來就贏 就是一個沒完沒了的一個麻煩了 是的 所以國家的治亂興衰四大問題 除了種族和宗教之外呢 另外還有貧富還有文字問題 又應該如何面對呢 廣告之後帶您繼續解讀 歡迎回到《時評大財經》 國家的治亂興衰四大問題 剛剛石先生問我們解讀了 有種族和宗教問題 另外也還有貧富和語言文字 這兩個問題 石先生又該如何解讀呢 咱們先談第三個貧富問題 這個問題呢 基本上社會科學已經處理 非常純熟了 比方說政治學 經濟學 社會學裡面 在這方面都已經有相當清楚的 理論分析跟答案了 確實這個問題是非常普遍存在的 社會科學也一直都非常的關注 但是為什麼好像大多數國家 都做得不是很好呢 這個問題問得很要害 我認為之所以一般國家 還是沒辦法處理好 是有兩個問題沒處理好 第一個問題就是 沒辦法搞清楚或者正確地辨別 什麼樣的財貨是屬於私有產品 什麼樣的財貨是屬於公共產品 第二個問題就是 沒辦法搞清楚政府 在資源配置中 到底什麼樣的一個角色 你比方說像美國 美國的共和黨 它突然強調小政府 但是認為很多老百姓 你自己可以解決事情 我政府為什麼要去管呢 所以也正是因為如此 所以你在美國可以看到 還有很多人 基本上的醫療問題 還沒辦法能夠徹底解決 或者你可以看到大城市裡面 還有很多遊民在那邊 所以貧富問題在美國 並沒有根本解決 美國共和黨的立場 確實是偏了一些 但是也還有一些國家 他們是過分地強調政府的角色 強調社會福利 這種立場似乎也偏了一些 所以究竟應該如何拿捏 其中的合理尺度呢 你講得不錯 所以我們接下來 就要稍微用一些理論分析 來談這個問題 我們今天講貧富問題 不單是講收入 我們講的一般 老百姓的最基本的需求 大致上有八種基本的需求 食衣 住行 這四種大家很清楚了 接下來還有食衣 住行 育樂 育安 育就是教育 勒就是一般的體育文化藝術 一就是醫療 安就是安全 或者什麼等等 這八種東西 都是老百姓最基本的一個需求 這基本的需求 你必須要把它照顧好 但是也不說政府全部來照顧 到底什麼樣時候政府來照顧 什麼時候政府應該讓市場 或者讓個人來去解決這個問題呢 我們可以看一個圖 這個圖裡面 就可以把這個分析得很清楚了 我們看它的橫軸 就是食衣住行 育樂 育安 就是剛才講的 名字十大巨頭 重軸是代表收入和所得 凡是老百姓能夠超過那個紅線 就是基本民生需求的 就他自己解決十的問題 解決一的問題都OK了 那就是市場經濟來解決 社會主義政府就不要管了 但是如果老百姓 憑他自己的本事 都還沒有辦法解決這些問題的話 那就要政府來管 那麼什麼時候 比較多的情況下 老百姓不能自己解決問題呢 後面的六項 住行 育樂 育安 為什麼這六項 一般老百姓 不太能夠靠自己去解決呢 因為他們是準公共產品 是準公共產品的話呢 政府就有一定程度角色 所以政府要了解到 什麼樣的情況我應該介入 什麼樣的情況我不應該介入 所以根據您的 這樣的一套邏輯和理論 中國在這方面 是已經把握住了一個 基本的準則 做的是比較不錯的 那麼還有一些其他的國家 也是做得不錯的嗎 對 我覺得其他國家 你要舉例子的話 北歐那些國家 我一向都是非常肯定的 還有新加坡 剛才那裡也是處理得蠻好 新加坡 所以這個四大問題當中 我們剛才解釋了三個 還有最後一個語言文字 這個應該如何解讀呢 語言文字通常跟種族連的一道 就是這個國家有的時候 他碰到這個問題 他躲避不了 他就必須要面對 那麼於是有的國家比較幸運 有的國家比較不幸 那中國是比較幸運的 因為從秦朝開始 就把文字給統一了 語言在近代把它統一了 日本這個情況也比較單純 OK 新加坡呢 因為它自己新獨立出來的一個國家 它面臨的問題 所以它用很高的政治智慧 去調和去處理這問題 歐洲現在打算成立一個歐盟 或者歐盟共和國 它建立有28種語言文 它就必須要用很大的努力 才慢慢去解決這問題 美國過去長期來問題不多 但是未來可能會有比較多的問題 因為有很多拉丁民族的移民過來了 拉丁民族移民 它可能在語言文上 就不願意跟英文融合在一起 這是美國未來的挑戰 是的 所以說 國家的治亂興衰 除了經濟 軍事 科技之外 還有您剛才解讀的這個 宗教 種族 還有貧富和語言文字 這美國面對的挑戰 才剛剛開始 那麼中國又是如何樣的 一個情況呢 《評說新語》為您繼續解讀 歡迎回來 今天的《評說新語》 石先生您有什麼主題要說呢 咱們談的問題是國家與文明 這個從何說起呢 我們剛前面談了很多國家 這國家家家有本來念的心 你比方美國 本來是一個合眾國 現在就有個挑戰 是不是會走向分眾國 歐洲現在28個 希望能夠將來融合成一個國家 它挑戰很多 包括種族的宗教的語言等等一大堆 比較處理的最好的 漂亮的就是新加坡 它原本的問題也很複雜 但它基本上處理得非常漂亮 是的 另外還有我們最關注的中國 目前又是什麼情況呢 我只能說中國是比較幸運 基本上比較幸運 因為中國剛剛講的幾大問題 種族問題 宗教問題 語言問題 基本上都不存在 貧富問題到目前為止 也處理得相當不錯 所以中國還是相當不錯的 一個幸運的國家 這又是什麼原因呢 這裡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文明 我現在介紹一位 英國歷史學家馬丁雅克 馬丁雅克他曾經講過一句話 中國不僅是一個國家 而且更是一個文明 這個國家跟文明什麼區別呢 國家常常會 一上去一下去 完了 就羅馬帝國 波斯帝國 俄圖曼帝國 等等 上去下去以後 完了 沒有 沒有就沒有了 中國不是 中國從秦帝國 中國漢帝國 唐帝國 元帝國 明帝國 清帝國 一末相傳下來 一直可以維持下來 主要的就是靠文明 那你要說文明是什麼東西呢 文明就是一個概念 什麼呢 共同的價值觀 共同的生活習慣 共同的語言 共同的文字 共同的思維方式 等等 那這個東西 就把中華民族融合在一起 而且可長可久 它永遠不會面臨到 剛才我們前面所講的問題 或者挑戰 這是中華民族幸運 視頻上的新聞你喜歡 下週同一天再會 要請看 我們每天都會